南加州开始进入酷热期迎来了山火季节 周二炎热的天气 热浪席卷洛杉矶、马里布、Santa Monica、比佛利山庄、长滩和文图拉县的部分地区 该地区从上午11点至晚上7点一直接到市民有关酷热天气的咨询电话 据消防部门通报 过去的24小时间在时速高达65英里每小时的圣安纳风影响下 南加各地至少爆发了10场以上的野火 进洛杉矶县就有多地起火 今早HollywoodBall旁的山丘燃气操火 LA消防局出动了129名消防员 由于洛杉矶、文图拉和圣巴巴拉县大部分地区遭遇大风和极低的湿度 南加州整体湿度在3%到10%之间 暂时还没有出现高风险火灾红旗警告 而在8号洛杉矶西北方向的卡斯塔克地区 爆发75亩山火起火点位于5号公路与Tapia Cannon交汇处附近 25厘每小时的大风助长火势专家预警 洛杉矶县和城县的气温将达到90年代以来的接近三位数的历史高位 自8日凌晨30-40分起火以来 消防局3架直升机不间断且含往火场抛洒灭火物质 目前战无传出人员伤亡报告 据悉洛杉矶附近的Eagle Rock El Serino以及Sapoveta Basin等地 8日早晨也有规模较小的野火延烧 不过消防局很快的就将火势完全控制 落线多地进入一起伤火时节 消防局一提醒民众注意防火 大风引起南加州超过1万户家庭断电 国家接向局表示强烈的东北风 将来到洛杉矶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脉和文图拉县 包括5号洲际公路也会受到影响 预计受影响的地区还包括圣塔莫尼卡山脉 圣塔克拉利塔和圣菲尔南多山谷 洛杉矶线海岸和文图拉县山谷 气象局表示北风将在一夜之间扩散到洛杉矶盆地 然后在马里布和好莱坞山之间向东北吹去 这意味着洛杉矶大部分地区将会受到影响 这些地区的阵风将达到每小时40到50英里 圣塔莫尼卡山脉的阵风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55英里 国家气象局警告说 强风低湿度及高温天气 会令这些地区出现严重的火灾危险 在圣加布里埃尔山脉 风速预计为每小时25到40英里 阵风为每小时60英里 湿度为6%至15% 如果发生火灾 那么火事将一发不可收拾 这将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